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个号称史上最难的科技类玩具 磁悬浮飞碟 也叫磁悬浮陀螺 这个东西在网上卖的话大概30块钱左右 之前有很多科技博主也介绍过 但很少有能够做成功的 一般普通人把它买回家的话基本上也就 失败告终 所以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 揭秘它的原理 看看玩它需要哪些技巧 打开包装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是一块方形的底座 里面应该是一块磁铁 这是那个能够悬浮的陀螺 一块塑料板 这是两个小漆子 可以调整方形底座的水平的 这是一包配重模块用来调整陀螺的重量 是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 塑料和金属圆黄 这个尺寸陀螺我也是第一次玩 现在瞒试一下吧 万一一下就成功了呢 好像不行 多试几次吧 就是一块儿 这块儿 已经使得了 现在是第一次打开 你就把这块儿 都能够 有没有成功 我很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拆开来看一下 打开了 我们看到里面是一块方形的磁铁 但是据我以前的了解 它中间应该是一个 缓形磁铁 至少它中间应该是有一个 圆口的 我们先把磁铁取下来 旁边有一些胶水 取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它的确是一块 方方正正的方形磁铁 不过从理论上来讲 它不应该是一块方形磁铁 所以呢 它绝对不是一块普通的方形磁铁 为了验证这一点 我们请出上一期视频 我教大家制作的这个神器 显示的磁场分布来看 它中间有一个缓 代表着这一块磁场是异常的 而我们磁悬浮所需要的是 它中间是有一块挖空的 没有磁场的 所以呢 它中间这一块区域虽然说是磁铁的 应该也是没有磁场的 具体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了 在继续尝试之前 我们需要来分析一下 磁场幅背后的物理原理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后面的探索才有方形 否则一切都是麻木的 这是一块普通的方块磁铁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磁力线分布图 为止于磁力线 我们还可以画出一系列的曲线 我们暂且把它叫做等式线 这时候 如果我在这上面放一块小磁铁 而且它们是同级性线对的话 小磁铁会受到一个排斥力 我们假设这个小磁铁 它不会翻转 那这时如果小磁铁位置偏右的话 它受到的磁力会有一个线右的分链 同样的 如果它的位置偏左的话 它受到的力会有一个线左的分链 因此它是没有办法在中间保持平衡的 下面我们来看 在这个方块磁铁中间挖一个小孔 它的磁场分布是怎么样的 我们假设中间挖了一个小孔 这时候呢 它的磁场分布 我们可以分左边和右边 左边呢 还是一个方块磁铁 右边也是一个方块磁铁 我们单独把它画出来 这里我们只关心它们中间交叉的部分 同样画出等式面 最有趣的是左右等式面重叠的部分 由于我们开的这个孔比较小 所以在距离磁铁比较远的地方 它的磁场就基本不受影响了 这里我们单独画出了带孔方块磁铁上方的磁场分布的等式图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等式图并不是很科学 这些曲线的含义是它突出的部分代表着对陀螺的排斥力 凹陷的部分代表对陀螺的吸引力 所以当陀螺处在离磁铁很近的一号位置的时候 陀螺会受到非常浅的吸引力 这时候陀螺现在转动的过程中保持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当陀螺上升到位置的20 虽然此时还是受到吸引力 但此时的吸引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了 随着陀螺的继续上升 它受到的排斥力正在增加 而吸引力正在缩小 到达3的位置的时候 陀螺的中心它受到的是吸引力 而边缘受到的是排斥力 当然这时的排斥力要大于吸引力 中间的吸引力给陀螺提供的是一个束缚作用 使它束缚在中心不至于刨偏 而排斥力给陀螺提供的是一个悬浮的生力 当陀螺继续上升 它受到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小 直直消失 而它受到的排斥力会越来越大 这时候陀螺就非常容易刨偏 下面我们先从这张图出发 来寻找陀螺的最佳悬浮点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使陀螺在靠近磁铁中心的位置 转动起来 并且保持平衡 对于初学者而言 这一步也并不容易 它需要你掌握好力度 不能力度太大 由于此时陀螺离磁铁铁很近 它会受到非常前大的线下的吸引力 所以它受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会马上停下来 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使陀螺抬升一定的距离 减小这种吸引力 当我们十次有八九次能够成功的使陀螺旋转起来 并且保持平衡之后 我们开始下一步 也就是调整这个底座的水平 当我们缓慢的开身陀螺 如果这时候底座是不水平的 那陀螺每次都会朝偏低的一侧飞出去 这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一侧加高一点 陀螺能否成功的悬浮 对底座的水平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反复的调节 一点一点的调节 使整个底座处于一个非常水平的状态 当然这时即使调整好了底座的水平 陀螺还是会从某个方向飞出去 只不过是它飞出去的方向这时变成了随机了 经过反复调试 确认底座已经达到水平状态之后 我们进入第三步的调节 这一步我们需要寻找陀螺的最佳悬浮点 以及判断陀螺是偏重还是偏轻 首先我们来观察陀螺在整个抬升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对着陀螺的抬升 它受到的约束力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如果抬升过快的话 它会摇晃得很厉害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建立高度 让它重新回到约束力前的一个市井内就可以了 陀螺完全平衡后 我们再缓慢的抬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是陀螺到达它的最佳悬浮点 现在这种情况 陀螺实际上已经到达了最佳悬浮点 但它没有悬浮起来 而是在我手上的平板上做这个跳动 这主要是磁场提供的排斥力 不足以抵消它的重力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陀螺太沉了 或者说呢这个磁场太弱了 这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这个陀螺它提供了很多配重模块 可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加 它已经超重了 现在我只能够减轻这个陀螺的重量 我看到它的边缘有一层突出的 我看看能否把它打磨掉 减轻它的重量 经过不断的打磨和测试 我发现它的重量不是差了一点点 这边缘几乎被我打磨光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升得太快了 下键一点 让它稳定一下 稳定下来之后再慢慢抬升 已经到达了最佳悬浮点 但好像升力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陀螺已经被我打磨到极限了 没有办法再减轻重量了 后来我选了一个办法 我拿来钳磁铁给这个陀螺进行充斥 我估计是这个陀螺出场之后 它的磁场由于某种原因减弱了 如果陀螺的磁场增强了 那它受到的悬浮的胜利也就增强了 当然这样做有没有效果 我也不知道 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有点不敢闲心自己的眼睛 但好像是成功了 悬浮起来之后 由于波罗只受空气的阻力 所以它能够长时间的旋转 也有人会怀疑 我是不是偶尔一次成功了 其实不是的 当我们调试好了它的各种条件之后 在线重复悬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16、8、9时都能够成功 这么多配重块 一个也没有用到 要是一般人的话 怎么能够做成功吗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 我打算来挑战一下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波罗只链偏轻的情况下面 它的一些表现 我在原来底座下面加一块大的环形磁铁 用来增强磁场 当然这块磁铁跟我们的底座之间 也不能靠得太近 不然的话这个磁场太浅了 我们只需要稍微的增加一点磁场 所以呢 我们隔了一点的距离 这就是陀螺偏轻的情况 陀螺会在某一个点猛地跳起来 这时我们就需要给陀螺增加配重模块了 我把金属的配重环全加上去了 再来看一下 不行 陀螺还是偏轻了 好像差的不是一点点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磁场的浅度 而不是配重模块 增加两块磁铁的距离 使磁场减弱一点 经过半个小时 反复的调节陀螺的重量和底座的水平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面 我让下面的底座撞动起来 而上面的陀螺保质静止 能否实现陀螺的悬浮呢 感谢观看 也只是 和 码 是 很厉害的 很厉害